這個對聯主要是為了慶祝城市大學三十週年的致興 這是應我們圖書館長 景教授的邀請去做 在這三十年當中 城市大學和電子系是共生的 因為電子系是唯一最早的辦公室在城市大學 所以用這樣的設置 我們就作了一個團隊 希望跟大家分享 這個標題 我們也是用我們的辦公室的名字來建 所以是說電子片環宇 電子系在這個世界上已經有相當崇高的地位 所以城市大學電子系在全世界都很出名 這個就是我們投一個電子片環宇這個開頭 然後就是校學作機 這個就是我們認為怎樣去傳授 我們科學上的知識給同學 為什麼叫校學作機呢 校字跟古時的教字是相通的 何之為校呢 校就是仿校的意思 就是我們做給學生看 所以我老師要盡量利用我耳生作則的方法 傳授他所懂的知識 去傳授這些學識給我們的學生 所以校學作機就是我們以這個為基礎 去傳授這些學術科 在這三十年來 我們是有射射清語的 所以叫做沙仔清語 在這三十年來的成果 其實是值得我們一起去歌唱 是值得好的成績 那這個下戀呢 就要應對上戀所寫的字句去作 那下戀的開頭呢 我們是以師生蓋成大 而應電子片環宇的開頭 那大家知道成績大學三十週年以來呢 我們看過整個校園呢 都被那些學生和教授去蓋鼓勢了 所以師生蓋成大 是相當合適 適合的 那下一句呢 叫做樹人立本 作為一個教育機構 一間大學 我們不但只要傳授適當的 學術上的知識給他作賊 我們本身也都要有一個意念 一個概念 我們教育的概念是什麼呢 就要樹人立本 何之為樹人立本呢 古時也有句話 十年樹木 百年樹人 一間大學呢 知識我們就要傳授 但最重要呢 是怎樣令學生能夠做到一個成功的一件事 接著之後呢 叫做百年醒悟 因為樹人這個概念呢 就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 也都不是十年八載呢 做到的一件事 但是呢 做人呢 是經過很長時間的 經歷 和醒悟的 累積呢 才能夠達到 樹人立本 這一個意念 那在這個 這個 直之下呢 那呢 除了我們要集廣 各方面的知識之餘呢 我們每一個人 學生也好 護士也好 有時候都需要去尋思 獨自去尋思 找這個 百年醒悟的那個鎖匙 而令到呢 我們成為一間 比較能夠全面一點的大學 到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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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樂 到晚了 到晚了 到晚了